买豪宅也要特别注意了 台北市内湖有一个千万豪宅 龙山林艺术馆现在遭到检举了 因为这个契约里头是著名说 公社是不含车位以及车道 但是后来却宣称说因为施工产生误差 其实我现在要求住户要补缴价款 仍然把车道面积以公社名义分给所有住户 因此还多赚了1.5亿 而龙山林最后是变成说 原规化车道面积由买车位者来分担 但是因为所有住户仍然会使用地下室 所以改为由所有住户来分担 不过公平会是决议要重罚1200万元了 这一创下公平会有史以来最高的罚款记录